我相信大家在玩游戏的时候肯定都有这样的体会吧 当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帧率达不到60fps的话 尤其是达不到30fps的时候 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卡顿 玩起来不流畅 然而咱们看的电影 绝大多数都只有24帧 而国内的电视节目也只有25帧 为什么我们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卡顿呢? 今天我们就来探索一下动态影像与帧数的奥秘 其实之所以24帧的电影比游戏要流畅 有这么几个重要的原因 首先电影的帧都是模糊帧 我们来播放两段影像 左边是24帧的电影 右边是24帧的游戏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你会发现一个细节 电影是永远带有动态模糊的 同样一个运动的场景 电影的截图有非常明显的模糊效果 而游戏的影像则是非常清晰的 这种特点其实是从成像原理上决定的 我们知道游戏是通过引擎实时渲染出来的 如果我们不打开动态模糊特效的话 游戏渲染的每一帧影像都是完全静态的 你在这一刻截图 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这一个时间点 这一个瞬间的画面 就好像时间停止了一样 非常清晰 但由于有快门或者叶子版的存在 拍摄电影的摄像机 它拍摄的每一帧影像 就并不仅仅包含这一个时间点一个瞬间的信息 而是包含一整个曝光时间段上的信息 我们以1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 去拍摄某个物体的话 那么拍出来每一帧其实都包含了这个物体 长达1分之1秒的运动信息 在这1分之1秒的时间内 你拍摄的这个物体 它只要有任何的变化 都会反映到这一帧的静态画面上的 比如这一张电影截图就说明了 在这一帧内 这个风扇扇叶的位置 大概从这里移动到了这里 而这中间所有的运动信息 位移信息就全部被保留下来了 这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动态模糊 之所以我们会觉得 左边的电影比右边的游戏要流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动态模糊里 包含了更加丰富 更多时间点上的画面信息 使得每一帧的衔接都相对连贯 虽然电影本身只有24帧并不算流畅 但是根据这些被保留下来的位移信息 再借助人眼的视觉暂流现象 我们的大脑就可以自己去脑补 连贯流畅的画面了 然而游戏并不是这样 游戏里面我们转一下头 下一帧我就往那个方向去看了 当中所有的位移信息 运动信息就全部丢失了 如果游戏是60fps的话 你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24fps的话 两帧之间时间隔得太开了 位移信息一旦缺失 但是我们大脑就没办法帮你把图像衔接起来 你就会觉得画面像在瞬移一样 那你可能要问了 游戏里也有动态模糊 按照你这个说法 打开动态模糊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没错 实际上很多XBOX和PS4上只能跑到30帧的游戏 就是通过动态模糊来改善流畅度的 不过游戏的动态模糊是模拟出来的 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欺骗你的大脑 让大脑误以为游戏的这一帧影像是存在位移信息的 你看起来就会连贯一点 有些游戏的动态模糊做的还是不错的 比如乌尸三使用的Red Engine 3 它的动态模糊算法会自动调整动态模糊的量 但是绝大多数的游戏引擎动态模糊的算法都比较简单 生成的动态模糊的影像也不真实 所以有可能在60fps的时候添加了30fps的模糊量 就会造成画面延迟 这也是打开动态模糊的弊端之一 实际上很多电影中的特效镜头 很多CG动画也会添加动态模糊 但是和游戏不同 电影的特效是高度定制甚至逐针修改的 特效专家与后期工作人员会根据不同元素的运动状态 去添加更加精细的模糊形式和模糊量 让画面趋近真实 观影体验自然要比游戏好得多了 除了上文提到的动态模糊之外 电影相比游戏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一样的 帧的输出很稳定 虽然电影只有24帧 但是画面输出平滑 画面可以一直保持流畅 而游戏由于是实时渲染的 它的流畅度是由场景、特效的复杂程度 还有显卡性能等等众多方面共同决定的 那么这么多因素参加在一起 难免会使我们的游戏运行效率出现波动 最极端的情况下 也许游戏跑到了60fps的帧率 但是这60帧里 有一帧是花了整整半秒钟生成的 而剩下的59帧是在另外半秒内生成的 那么这巨大的帧时间差异 就会让你感受到明显的卡顿 我举的例子可能比较极端 但是即便你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掉帧 一些毫秒级别的性能波动还是会有的 你看有些媒体在做显卡评测的时候 会提到一个帧生成时间的概念 它指的就是两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哪怕是最高端的硬件 玩游戏的时候 这一根帧时间曲线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平稳的 那既然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不稳定 我开一个垂直同步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哎呀 你真聪明呀 又跟XBOX跟PS4的工程师们想到一块去了 垂直同步确实可以让画面输出更加稳定 但是开启垂直同步其实是捡了芝麻 有了西瓜 因为它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副作用 更高的操作延迟 那么这就涉及到第三个原因 也是电影和游戏最大的不同 交互性 我们知道电影是用来看的 观看的过程中会调用你的视觉和听觉 那么电影的制作者只要能做到音画同步 就能成功地迷惑你的大脑 让你生灵其境地走入到电影当中 而不会产生违和感 但是游戏不仅仅是用来看的 更是用来玩的 那就需要游戏的声音画面和输入操作 全程地保持同步 不然就会产生违和感 违背我们对真实世界逻辑的认知 正常情况下 普通玩家对游戏画面的反应时间 大概是在100毫秒左右 如果我们动一下鼠标 画面可以在100毫秒内随之变化 那么操作延迟就不太容易被我们的大脑发现 也就能保持比较好的游戏体验 我们不妨来算一笔上吧 比如游戏能以60fps的速率稳定运行 那么每一帧之间的时间间隔 大约就是16.7毫秒 根据游戏引擎和工作流程 玩家的操作通常需要经过3-5帧 才能被反映到画面上 这样一来就有了50-80毫秒的延迟 再加上鼠标 显示器 以及其他硬件的响应时间 整个操作延迟大概是在70-110毫秒左右 接近100毫秒 所以对于稳定在60fps的游戏 普通的玩家往往不太能感觉出操作延迟 然而在24fps的游戏中 每一帧的时间间隔大约是41.7毫秒 这样一来操作延迟就会达到150-240毫秒 远远超过了100毫秒的界限 我们大脑就会感受到非常严重的违和感 这么巨大的延迟 甚至已经能够被我们的摄像机捕捉下来了 可以看到我剧烈的晃动鼠标 画面并没有完全跟住我的操作 当我向左甩的时候可能画面还在向右转 这便是fps玩家们常说的 不跟手 这样一种感官上的违和 也是玩家觉得游戏不流畅的重要原因 毕竟操作不流畅也是游戏过程不流畅的一种 实际上动态影像的交互性越强 与感官结合的越密切 这种延迟就越是致命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VR了 玩VR的时候我们不仅手在动 我们的头我们的身子都在动 VR调用了我们非常多的感官 所以只要画面和我们的动作稍有出入 就会被我们敏锐的大脑察觉到 这也是为什么VR游戏 必须达到90fps以上的帧率 这不仅仅是为了流畅度 更是为了降低操作延迟 但是很可惜 要想降低操作延迟呢 就必须要提高帧率 别无他法 包括使用电竞屏也是建立在高帧率的基础上的 并且最要命的是 我们前文提到的垂直同步 动态模糊等改善游戏流畅度的办法 均会对操作延迟 游戏手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这就从本质上决定了 要想获得和电影一样的体验 游戏无论如何都得达到更高的帧率 其实电影每秒24帧是有原因的 最早期的电影是以每秒16帧拍摄的 一方面是为了节省胶片 节约成本 另一方面 每秒16帧是动态影像的底线 人眼的视觉暂流时长是有限的 如果每秒传递进眼睛的画面数量 还不到16帧的话 那么大脑真的是很难将这些画面串联起来 形成我们看到的动态影像 到了上世纪30年代 为了改善观影体验 电影拍摄逐渐升级为了每秒24帧 与此同时 随着电影的火速发展 电影行业也迎来了规范化 许多的标准就建立在了每秒24帧拍摄的基础上 在这样的标准下 生产的前终端设备 比如电源的放映机等等 也就延续到了今天 当然了 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后 由于我们不再依赖于胶片 而是将拍出来的影像存在硬盘里 帧率的提高就不会增加太多的拍摄成本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数字电影 会开始采用每秒30帧拍摄 也有越来越多的电影院 支持高帧率的影片播放 一些电影人也开始尝试 更加激进的拍摄方案了 比如霍比特人就采用了每秒48帧的拍摄 而李安导演更是以每秒120帧 拍摄了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说明我们的电影也是在不断革新的 24帧不过是对于制作成本 和老旧标准的妥协罢了 当然了电影和游戏的观感差异 还和很多方面有关 比如说画面的编码方式 还有观看的距离等等 这里篇幅有限就不再展开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视频底下留言 和我们一起讨论 经过今天的科普 相信大家应该了解 为什么游戏需要60帧才能流畅了 对于24帧足以这种谬论 也应该有了自己的认识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感官体验的追求 是永无止境的 仔细想想看 在iPhone4发布之前 你是不是也觉得 480p的手机屏幕已经足够清晰了呢 我们之所以觉得1080p的显示器看起来不错 也只不过是因为 我们没有体验过4K 5K屏的震撼罢了 这些数字参数都是绝对的 但是我们对于感官体验的满意度 永远是相对的 游戏的帧率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也许有朝一日 当240帧普及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现在的60帧简直不能看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从这期节目开始 我们所有的科普类节目 都会给大家送点小福利 希望大家关注收藏并转发我们的节目 那么这次就在微信公众号上 抽取两位幸运观众 获得逻辑G102鼠标 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并回复我要鼠标 就能参与抽奖了 最后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铺 极客湾电脑超市逛一下 这款鼠标在我们的店里也是可以买到的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